他叫彭金章 今年七十岁 一九六三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四十九岁时来到敦煌 开始了一段与墨高窟伴的考古生涯 二十一年来 他时常往返于大泉河两岸 河边的临沿小道 此时秋意争笼 河的另一边 绵延一千六百多米的崖壁上 大小不一排列着七百三十五个洞窟 如此大规模的窟群 因河而来 又是如何建造的 一直是他考古研究的目标 在墨高窟有四把钥匙 可以打开这里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 中国文化千余年来 存留的奇迹就在这一扇扇哭门背后 绚热无声 那思维禅定的瞬间 那融入慈悲的微笑 那在色彩与线条之间流动的乐章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穿越了九远的历史长河 重现昔日 永恒的时光 这是公元八四八年 在敦煨从安史之乱开始的战乱局面 已经持续了九十三年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叫张义朝的人 穆兵击中发动了一场血战 收复了敦煌城 三年后 唐王朝在敦煌设置了龟义军 收复失地的功勋将领张义朝 被任命为敦煌归义军截渡时 截到任命后 张义朝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仪式 在后来为他修建的功德窟 摩高窟 156窟的南壁上 那次游行的壮丽场面 被绘制成为一幅壁画长卷 至今保存万好 在修建这个洞窟的时候 张氏家族在前世北壁上 留下了一方体系 他对后来人 研究墨高窟营造历史 非常重要 随着时间的流逝 墨色因墙体的斑驳而模糊 有幸的是 在藏经洞发现了 当时提写时所留下的纸稿 在这份名为墨高窟记的提记中 整个墨高窟营造的缘起 渐渐在自立行间浮现 那是在前秦建元二年 也就是公元366年 中国北方正处于五湖十六国的战乱纷争 人们对和平生活充满向往 佛教也开始走向兴盛 丝绸之路上 往来印度和中原的僧人 也络绎不绝 这时 一位名叫岳尊的出家人 向西行游 途经敦煌明沙山 忽然看到 前方千佛现出真容 一一精光 将他笼罩 经历了这片神奇的景象 岳尊不再行走 他决定在明沙山东面的崖壁上 开造墨高窟第一个洞窟 和所有的研究员一样 彭金章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洞窟打交道 在这些已经经历了一千余年时光的洞窟里 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被忽略 第一线 壁画上都有画的壁画 对对对 可是这个东窟就是这样 你看下面最下面的 白灯 素面 你只说在这个北梁壁画底线 是没有壁画 我画的比北梁还早 北梁就是40年前后 对 学者们推测 这是崖壁上 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 268窟 主室只有一个人的高度 一米多的宽度 南北两侧 共有四个小窟 里面只能容纳一人坐下 这就是专门用来坐禅修行的禅窟 学者们无法断定这是否是墨高窟第一个洞窟 但能够推测的是月尊当年所开造的也是一个禅窟 洞窟这个建筑形式源自佛家的故乡印度 释迦摩尼曾在石窟内西向结家附作 远离城市喧嚣 并且冬暖夏凉 墨高窟最早的营造 并因坐禅修行 开始了 这是多士禅窟的一个小禅石 看 这是禅窟 自从佛教传入西域后 沿途开造了许多石窟寺 这些开窟的山崖 达到有粗沙岩或沙力岩组成 敦煌墨高窟的地质结构 属于第四季九泉系沙力岩 适合开造石窟 崖壁前方就是宽阔的大泉河 从南往北再次经过 现在激进干涸 一千多年前 从三威山的沟谷中 涌出各股泉水汇流而下 大泉河水碧波荡漾 河边 成片的白杨树林 映着碧蓝的天空 气候宜人 这里 距离当时的交通要道 敦煌城不远 但又相对偏僻 适合开窟修行 于是便开始了 延绵千百年 而不中断的洞窟营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市聚 公司 我 请